话说惠能 一事卖柴 被俩恶棍打得伤痕累累 疼痛难忍 他想吃力爬起来 可这一用力啊 浑身伤痛加剧 疼得他头晕目眩 昏倒在地 俩恶棍的拳脚太重了 把惠能打得软肋的受了重伤啊 围观的人们急忙上前 把他唤醒扶起来 惠能伸手一摸怀中的那块月饼 早已碎洒在地 拾不起来了 不由一阵心酸 他提起扁担 摇摇晃晃朝家中走去 单说李氏夫人 在家中左等右盼 不见惠能回来 李氏夫人可有点担心了 虽然说惠能善良聪明 可他毕竟是个年仅13岁的孩子 这集市人多 车马很乱 山路崎岖 行走不便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李氏夫人想至此 不敢再往下想了 他提心吊胆的 站在门外 东张西望 看着惠能 就见惠能 把远处摇摇晃晃 走了回来 李氏夫人一惊 急忙迎上前去 啊 能儿 你怎么浑身伤痕累累 出什么事了吗 惠能本不想告诉母亲 可自己呀 回来的这么晚 又伤痕累累 知道瞒也瞒不住 只好对母亲说了实话 李氏夫人一听 痛苦万分 一把把惠能抱在怀里 生泪俱下 李氏他 见此情景 痛满人 伸手 抱住回荡 泪泪泪泪 能儿你今天早此恶愿 真叫为娘我痛苦万分 遍良心抓力 重要jesang 杀祝有ania 老子 糟糕 意味和人 咸美味 恨不能一而拔 痛苦手劲 恨不能去找恶果恩 拔命天 乔儿你 忍痛快快 把武劲 娘为你烧香去求 万事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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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氏夫人一看 会能伤痕累累 痛苦万分 男儿 都是娘无能 让你吃了这么多苦 你夫若是知道 他在九泉之下 也不会安心 男儿 你快随娘进屋 娘马上烧香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你 伤痕别疼 早日痊愈 多年来 李氏夫人简直把观世音菩萨 当成慧能的保护伞了 为了慧能的幸福平安 他可没少拜求观世音菩萨 慧能一看母亲伤心难过 急忙相劝 娘 您别难过 我没事的 孩儿虽然挨了一顿打 受点皮肉之苦 可我救了一个人命啊 那老乞丐年老体弱 要遭毒打 必然没命 孩儿年小结实 替他受点皮肉之苦 也不算啥 娘 您别难过了 唉 男儿啊 你也真是的 娘也不反对你做善事 可你怎么能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吃这么多苦 遭这么大罪呢 娘 人生在世 谁能见死不救呢 我要是看着老乞丐被挨打 而不去相救 那 我眼睁睁看着他被打死 我会心不安 很痛苦的 那要比这皮肉之苦 还要难忍 娘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您不要难过了 今天 那个不知名的小孩 不也救了我吗 唉 男儿啊 你太善良了 你要知道 那小孩救你 是因为他有功夫 哪像你啥也不会 还愣去救人 也不顾自己死活 以后可别再干这傻事了 别让娘再替你担心了啊 快进屋 坐下来 娘给你端饭去 你一天没吃饭 都饿透了 你等着 丽氏夫人端来了饭菜 放到桌上 会能一天没吃饭 都饿过时了 再加上伤痛难忍 早就没有了食欲 可是他怕母亲伤心难过 只好强迫自己 勉强吃了一些 吃完了饭 丽氏夫人见会能伤势严重 让会能早早休息 然后他自己来到家中设置的佛堂前 烧香拜佛 求佛菩萨慈悲 保佑会能早日痊愈 多亏会能身体素质好 再加上乡民们上山 替他采来了山野药 内服外用 只半个月 会能的伤就好了 眼看家中药断粮了 会能非常着急 为了补上养伤这几天的损失 他每天起早贪婉 是更加的勤奋 李氏夫人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常常祈求佛菩萨保佑会能 平安顺利 消除灾祸 家中穷 没有办法不叫儿子挨泪 只好求菩萨保佑了 这会能日福一日 月福一月的彩桥寿心 每天除了彩桥奉养老母之外 就是听母亲诵经 或者是一个人坐在院中 苦思冥想着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 为什么每个人的遭遇会大不一样 有的荣华富位 有的贫穷卑贱 有的身体强壮 有的百病缠身 有的心地善良 有的无恶不作 为什么蛇吃青蛙 青蛙吃虫 虫吃蚂蚁总是如此的吃吃吃 弱肉强食 这到底为什么 他思索着 参悟着 竟不知不觉会坐到深夜 光阴四箭 日月如梭 到了龙朔元年心有岁 惠能已经是个24岁的青年小伙子了 他不仅体魄强健 而且聪颖善悟 侍母尽孝 这令李氏夫人十分的快慰 勤劳善良的惠能 每天仍是采桥寿心来奉养老母 这一日他打得两捆干柴又挑到集市上去卖 眼看天晋傍晚也无人问津 慰能怕自己回家太晚 母亲担心 只好挑起了柴捆 想往家中走去 可是他没走几步 呼听身后 有人问家 哎 卖柴的老弟 你这条山柴多少钱一担呢 慰能一听有人问家 急忙放下柴捆 回头一看 见问话者是一个中年男子 天色已晚 大哥要买给八个铜钱就行了 慰能卖柴从不漫天要价 现在天晋傍晚 他要价就更低了 可这位买主呢 还真挺慷慨 兄弟 你这条山柴成色不错 我也不亏待你 给你十个铜钱 我是弗莱客栈的掌柜的 叫金正发 我得麻烦您送到我的弗莱客栈 怎么样 可以 慰能答应一生挑起柴捆 随着金正发 穿钩过岗 拐弯抹角 就来到了弗莱客栈 金正发让慰能把柴捆放到厨下 然后取出十个铜钱付给慰能 慰能谢过 他接过铜钱转身往处走 可是没走几步 呼听客房内 传来朗朗的毒精之声 侧耳细听 只觉得字字筋实 似乎感到有一股生命的暖流 从心灵深处 远远涌出并打开无量无边的智慧宝藏 他不知不觉的迎着诵经之声走去 他虽然常听母亲诵经 但从来没听到过这样似曾相识的经句 他站在窗前 静心犀虑 致诚恳恳恳的倾听着 那句句谗语 直透心性 字字圣言 起开迷津 也是他善根成熟 智慧蒙发 当他听到英无所助 而生七心两句时 心头一震 头脑轰鸣 手啊 眼前仿佛华亮一道巨大的闪电 猛然间身心俱望 只觉得世间万有 我人众生 千门万法 四大五韵 尽规虚空 一无可助 煞时间心地花开 灵源波涌 烦恼顿断 妄想自灭 历史薄弱现前 以往追思的一切 拒绝明晰透彻 会能今日豁然大悟 波云渐月 顿开心会 还政本来达到直见本性的境界 这就是后世禅宗的所谓顿悟 诸位 很对不起呀 我虽然用了这么多的名词 也没解释出会能那种直见本性的境界来 因为透过名词来解释这件事 那是很困难的 别说我没有开悟 就是误入这种境界的会能 也难以用名相来解释这件事情 因为透过名相只能悟到相似的观念 但绝不是真实究竟的意义 所以此种境界只可议会 不可言谈 可是书中涉及到这个情节 我不说几句 这心里它不舒服 总觉得没法接续下文 只好玩弄口头三昧 说了这么一大堆的名词 就好像是一个瞎子 在向世人描述世界是多么的桃红柳绿 空惹人发笑而已 单说会能 文经误道 入于无助之妙境 突然 室内诵经之声骤停 接着 传出一声苍老的问话 窗外何人 是在听老夫诵经吗 会能一惊 这才从禅境中 回到现实中来 注目一看 心中 惊喜 会能踏出禅境 据目不关 建户内走出来 一老年 老人家年过半百 神康剑 耳目耀山 耀不弯 何法同眼 面色山 五流长然 飘行前 彼指投放 令人赞 举止高雅 飞荡弦 折老折 满面经理经 回囊看 回囊他急忙尸离 迎上荆检 回囊他急忙尸离 回囊他急忙尸离 迎上荆检 回囊他急忙尸离 迎上荆检 慧能一看着老者急忙迎上荆检 老人家 晚辈卖柴来此 偶听您诵经 心性顿开 以致忘静忘情 未能离去 敬请老人家恕罪 老人家 您刚才所诵的是什么经 老者一听惠能说忘静忘情 心性顿开 他吃了一惊啊 不由得仔仔细细 把惠能打量一遍 见惠能 虽然是个一招破旧的山野乔子 却是气与非凡 有一种超脱无为的气质 绝非一般山野乔子可比 年轻人 老朽刚才所诵的是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也叫金刚经 是我三年前 在黄梅东山禅寺请来的 此经是十项般若 无相为宗 无助为体 妙有为用 他义理微妙 可以开启人们的大智慧 只是普通人很难懂得他的义理 你真能听懂此经 领悟其一 是的 此经就是令人物理渐性 那应无所助 而生七心两句 就是既不着有 也不落无 实相无相 不取两端 行于中道 离念即是真心 离相 即是真相 老者一听 会能说出此经的义理 惊得目瞪口呆 哎呀呀 年轻人 倾恕老朽 愚痴眼拙 未识智者 真是惭愧惭愧 老朽诵经数年 也没开发智慧 而你 却能一文而误 真是根气非凡 实令老朽亲县 你的慧根如此深厚 为何不出家 想到 上文书说的是 会能卖柴于客栈 闻听老者送金刚经 而悟道 当即便把 经中应无所助 而生七心两句经文的意思 向老者说了出来 其实 这两句经文 就是告诉人们 一个修行的方法 是第二等的方法 因为第一等是没字的 大家不明白 第二等 是有字的 如何修呢 让您应无所助 而生七心 应随时随地 无所助 随时生清静心 坦坦然 勿来则应 过去不留 在此 要是用大家都熟悉的 现代经剧 沙家帮里面的 两句唱词 来勉强描写其意 那就是 相逢开口笑 过后莫思量 也就是 此心无事 像个镜子 有镜界来就照 用过了 就没有 也可以用 菜根坦里面的两句话 来描述 风来疏竹 风过 而竹不留声 艳渡寒谈 艳去 而谈不留影 故 君子 适来 而心始现 适去 而心随空 您想想 任何人 能经常保持 这样的心境 来处世 皆悟的话 他的身心 是多么的清静 自在 无忧无虑 无牵无挂 青山本不老 为雪白头 绿水 圆无忧 阴风骤面 人 本来就是 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的 哪来的烦恼呢 为的是雪吗 然而 雪容而无痕 雪在哪啊 为的是风 可是风吹而无影 风在何处 人却偏偏 作俭自负 自寻烦恼 真是可悲可笑 人们若是能把 金刚经宗的思想 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 他一定洒脱自在 近代大哲学家 方东美先生说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 最高峰 学佛 是人生的最高享受 的确如此啊 在佛教的众多典籍中 金刚经知名度很高 它是六百卷 大般若经的精华 是佛法的心髓 佛教中常常流传 这样一句话 成佛的法华 开悟的棱岩 破相的金刚 富贵的华岩 这就是说 法华经 金刚经 棱岩经 华岩经的重要 近年来 随着人们物质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生活的节奏不断加快 人们生活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无论是学佛的人 还是不学佛的人 都试图想找一种 能令身心安宁的方法 让疲惫的身心休息一下 不学佛的人呢 或者去歌厅唱唱歌 舞厅跳跳舞 酒吧茶楼聊聊天 喜欢静的人 就练练气功啊 练练书法啊 或者是打打太齐拳啊 有的甚至被误导 信了邪教 如果信邪教的这些人 事先要是能把 这四部经典 统统读诵一遍 对佛教的知识 有一定的了解 他绝不会误入歧途 尤其是对金刚经和冷言经 有一定了解的人 绝不会落入邪师的魔掌 不会被歪理邪说所控制 诸位 当今之事 有一些人在利用佛法的招牌 行骗 法相僧罗妖魔鬼怪 你要想学佛 追求身心的安宁 那你就要把这四部经典看一看 了解一些佛法的基本知识 否则你没有火眼金睛 没有辨别正邪的能力 万一有人打着佛法的旗号 匡骗 那你就有可能上当 把白骨精当成唐僧 万一上了贼船 那可就麻烦了 搞得神经兮兮 骨肉相残 污染环境 扰乱治安 自毁生命 实在可怜 所以啊 想学佛 就要把这四部经典都看看 了解了解 在这四部经典当中 金刚经文字最少 它严简易改 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无论学哪一宗哪一派 没有不学的 应该说 生活是门高深的艺术 懂得生活的人 既要有踏踏实实的苦干精神 又要能轻轻松松的享受生活 学会忙中偷闲 劳逸结合 这在当今紧张的都市生活中 尤为重要 金刚经确实能让人有智慧 生活的洒脱自在 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单说诵经老者 一听慧能 说出此经的毅力和自信的感受 竟被惊得目瞪口呆 他知道 此经虽然能开启人们的大智慧 但他毅力微妙 境界高深 一般人很难领悟七中道理 三年前 他到黄梅东山禅寺 拜见禅门五祖红忍大师 红忍大师告诉他 要供奉寿持金刚经 久而久之 勿活心应 便能渐兴成佛 这老者当即 请了一部金刚经 带回家中 每天都焚香读诵 晨婚礼拜 尽管他供奉读诵 此经三年之久 也没有领悟七中真实意 没想到 这个年纪轻轻的山野乔子 竟能一文而误 真令老者 可惊叹 不已 打起古板 百代工琴弦 说说唱唱唱 表演书篇 回能卖柴 普莱克棧 文经语道 文经语道在清课间 宋经的 宋经的老者 负神经盈 潘 盘 盈 拍拔回能 大量一番 肩回能 虽然是个贪才汉 却原来七支超琴 知非凡 老人家连望会能安成赞 不由得惊喜长发花言 老者一听会能说出此经的义礼和自信的感受 惊得目瞪口呆 哎呀呀 请恕老朽愚痴眼拙 为食至得 真是惭愧惭愧 老朽诵经数年 也没开发智慧 而你却能一文而物 真是根气非凡 年轻人 你的慧根如此深厚 为何不除家修道 却在这山野砍柴呢 这不是太可惜了吗 告诉你 这人世之上有八种后悔 逢诗不学 去后悔 欲嫌不交别后悔 世青不孝丧后悔 见义不为过后悔 见微不救献后悔 有才不舍失后悔 因果不信报后悔 佛道不休死后悔 你可要及早把我姻缘 这头上一回人 他不容易 能闻到佛法更不易 要知道 人身难得 金已得 佛法难闻 金已闻 此身不像金生度 更像和生度此身 若不修习佛道 了托生死 等到无常来临 可就悔一之晚意 那齐州黄梅东山禅寺的 住持方丈 红忍大师 乃是揭传 达摩一波的 一代宗师 传佛新印者 见物颇高 他坐下 有一千多屠众 随他修习佛法 他常常教导屠众们 要供奉授词 金刚经 久之便能误佛新印 见性成佛 你的慧根这么好 你为何不前往黄梅东山 参礼无足 求学佛法 告诉你 学佛可是人生的最高享受 你可千万别错过机会 慧能你听 心中惊喜 恨不得立时到黄梅东山求法学佛 可是一想到家中的老娘无人奉养 心便凉了下来 当即冲着老者深深一一 多谢老人家指点 可晚辈家境贫寒 尚有寡居的老母在堂 我若此时前去求法 老母便无人奉养 为人子者 岂可不中孝道 我若弃老母寡居而不顾 因缘未成 纵然强行 也有不当之处 只等老母百年之后 再行走此路 哦 还有寡居的老母 是的 晚辈既无兄弟 也无姐妹 若此时前去求法 孤苦无依的老母便无法生存 为人子者 岂可不中孝道 说的是 佛也最重视孝道 不过 这修道应该趁早不趁晚 尤其当今大善知识难遇 眼下如无足者 恐怕旷世稀有了 你有如此的慧根和孝心 真令老朽敬佩无极 有道是宝剑赠烈士 红粉送家人 老朽今天愿舍却这梦幻空花般之钱财 助你成就无上 菩提道业 你等着 老者说完 转身进屋 无大一会儿 取出一定银子 双手捧着 第一会能 年轻人 这有文银十两 你把它带回去 安排好家事之后 你马上去黄梅求法吧 呵 这老者真慷慨 出手是真大方 这十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要是做小本生意 四五两就能开个店 何况十两呢 这说明老者对慧能的智慧品行佩服的五体投地 这古人对人才的支持与培植也发人深信 可他这么大的树木会能哪敢接受啊 老人家 多谢您好意相助 可在下与您素不相识 哪敢劳您破费 受您如此大恩 这银两我是万万不能收的 哎 年轻人 钱财乃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用它助你修学 佛陀伟业 我也能沾光火翼呀 那意思是 你要修成佛了 我也会因此不失而有功德的 年轻人 你用此钱是去修道 修成了顾众生 又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私事 你何必分辨彼此呢 你要是瞧得起老朽 就把这钱带上 你要怕老朽愚笨平庸 怕老朽日后找你麻烦 那你就不收 慧能一看 老者如此一诚 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倒觉得确之不恭 可受之又有愧 他十分为难的接过银梁 冲着老者深深 一语 路虎未能重招牢者 深深一语 经不住心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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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您老曾经心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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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这些人心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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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终生能够 发苦力 日后 愈发又火 绝不忘记你 定与你 统战法喜 统战菩提 菩提就是高度的觉悟 高度的智慧 卢慧能 向赠淫老者 告知了自己的姓名 并向老者 请教姓名住处 说日后 愈发又火 定与老者 共同分享 可这老者 冲他一笑 哈哈 年轻人 原来你叫卢慧能 告诉你 老朽助人 既不问人姓名住处 也不告知自己住处姓名 更不希望对方回报 佛法中 这叫三轮体空的无相不失 老朽敬你智慧过人 爱惜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才赠银两 助你求法向道 倘若今日一过 老朽便记不得你这个人和今日之事了 你又何必把此事放在心上呢 你赶快回去安排好家事 早日入佛门求法吧 你若能求得大道 苦度群迷 把众生于沉沦 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了 诸位 您听听 这位施恩不图报的老者 真是一位难得的正人君子 有超脱胸怀的群中方式 这三轮体空的无相不失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首先说这不失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施舍吉语 其实一切舍吉利人的行为都叫做不失 要不失并不难 可是要做到三轮体空 那可就难了 比如说你财务不失给别人 第一 要里头不看见能够不失的我 不要认为自己肯把财务施舍给别人 就算了不起记在心上 这叫能够不失的我空 第二 要外边不看见受不失的人 不要认为自己肯把东西施舍给别人 别人受到了你的恩惠 这叫所不失的对象也空 第三 要中间不看见所不失的财物 这叫所不失的财物也空 这三点都要看空才叫三轮体空 一心清净不着一点痕迹 你想这样的不失一般人能做到吗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那就是一文钱也足以消千劫之罪 斗你也能种下无量无边的福啊 如果诗人而心不忘 诗恩而图报 是个财物而心疼 就是黄金万两也指半善而已 这老者能做到的三轮普空的无相不失 真是难得 那么这老者到底是谁 怎么单听下回 话说慧能卖柴于客栈 文经悟道 使诵经老者惊叹不已 这老者对慧能的智慧佩服的五体投地 当即慷慨解囊赠慧能十两文银 让慧能到黄梅东山求法学佛 老者的乐善好施使慧能感激不已 当即向老者请教姓名以待后报 可这老者施恩不图报 没有把姓名告诉慧能 所以慧能受了他这么大的恩惠 竟不知他是谁 您别看慧能不知道 说书的我得知道 我要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知道呢 他的名字叫安道成 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经常好劝人学佛修善 一遇到谁有困难他就帮 帮完了从不挂心上 今天他见慧能有这么好的悟性 是个人间奇才 竟慷慧解囊要支持慧能成就伟业 这一点很了不起 我常听有人抱怨 说自己行善没得好 而某某人作恶也没得恶报 其实啊 这积善之事有多种分别 必须做进一步的了解 不然为善而不明理 往往就会产生自认为是行善 而其实是造恶的行为啊 一般来说 有益于人群则打人骂人结算善 若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就是尊敬别人理让别人也算恶 为人处事利人之善才是真善 利己之善则是假善 为善必须发乎真诚自然 事后不要牢记在心里 那么虽然小善也能达成功果 若是怀有企图行善 施恩图报 舍财物而心疼 那就是终生行持 也只伴善而已 所以真正的好心实难行得 世间人都把自己好心说 世间人都把自己好心说 真好心长长付出 真好心长付出 不求得 真好心长付出 离他人发自内心不言说 男人是他能认 男人是他能认 男认能认 男认能认 村平等 旧居人 愿且不责 默默地心耕耘 不计收获 这样人才可成 好些一刻 我常听有人说自己心好 说自己善良 听了这一段 您跟自己对对号 您的心到底好不好 我见过这样人 在单位对领导好 对同事好 可是回家对父母不好啊 总是跟父母吵架 大家想想 对自己父母不好 对别人好 那是真的吗 他有目的呀 孝经上说 不爱妻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贝德 你不爱自己的亲人 不敬自己的父母 去尊敬别人 你违背做人的道德礼仪 我在大方广文化公益网上 看到了一篇文章 叫请吃一碗面 我当时感触很深 这文章上写的是 一个女孩子 跟她母亲吵架 赌气离家出走 走到半路上 她饿了 看见大道旁有一个面摊 那馄饨面香味扑鼻 她想买一碗 可是走得匆忙 忘了带钱 她站在那面摊上徘徊 这个面摊的老板 看着她的为难之处 就煮了一碗馄饨面 送给她吃 这个女孩子吃了一半 痛哭流涕 说着老板 您真好 咱们俩素不相识 我只是从这路过 您就这样好心送我一碗面 可我自己的母亲 心却那么狠 我只是跟她吵了一架 她就把我赶出家门 我真是恨死她了 这面摊的老板 听完摇摇头 说小姐啊 你这种想法不对啊 你这叫忘恩负义 我只是给你煮了一碗面 你就感激涕零 可十几年来 你的母亲给你煮了多少碗面 给你做了多少次的饭 你为什么不感激她 还恨她呢 这个女孩子听后 良心发现 是啊 一个陌生人送给自己一碗面 我就感激的掉眼泪 可十多年来 自己的母亲为自己做了无数顿的饭菜 我从来没感激过她 还恨她 她对我百般爱惜千般呵护 从来不要求得到我的回报 只是默默的付出 可是我为什么不能感恩她呢 这女孩子想至此特别的羞愧 她还想马上回家 向母亲说声对不起 她放下了面碗痛哭流涕的朝家中跑去 可是还没到家里 走到家门前那个巷子口上 就看见她的母亲交集万分的东张西望等她回来 她母亲看见她急忙说道 孩子你可回来了 妈妈做好了饭菜 你快进屋吃吧 要不然就凉了 这女孩痛哭流涕抱住她母亲 这感恩的心生起来了 告诉大家 您要是想好运气好命运 那您要孝敬自己的父母 一个陌生人给你一点点的恩惠 你就感激的不得了 可多少年来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恩重如山 你有没有感恩过 现在有许多公司的老板都提倡自己的员工回家给父母洗脚 目的就是提起人们这个感恩的心这个孝心 当你给父母洗脚的时候 你看到父母那双脚上布满了皱纹和老简 你会生起感恩的心呢 多少年来父母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儿女的前程 却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呢 所以作为一个人不孝敬自己的父母 那是太不应该啊 孝经上说孝涕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一个人他的孝心一起善念一开 百斧俱来 那有福报啊 百善孝为先呢 从古到今 因为孝顺得来荣华富贵得到大福报的人非常多 因为不孝得祸的人也特别多 将来有机会 我会和大家详细的讲讲这方面的事迹 您要是想好运呢 您就千万好好的孝顺父母 孝敬您的长辈 单说像安道成这样 无所求的善行才是真善 也正是他这种真善 竟救了他独生儿子的命啊 咱们后文再做详细交代 不过在此 我先向大家透露一个天机秘密 那就是做好人占便宜 因为真正不求报答的做好事 往往会得到最大的报答 但这种报答不一定是受益者的报答 而是一种终极的报答 真正不求回报的做好人 往往会得到最大的回报 但这种回报是缓慢的 从长远看 做好事做好人的收入 会远远大于支出 如果你做了好事 想马上得到的回报的人 那你得到的只是一种失望 请相信 我说的绝对是上天的秘密 也许有人会说啊 那安道成啊 他准是有钱 要是没钱的人 要想做着善事就不容易了 其实 行善积德的方法很多 什么人都可以做 一个拥有爱心的人 能从各个方面去关心别人 不一定非用钱财啊 比如你身边有为名为利沉沦堕落的人 你要时时提醒告诫他 以解开他的迷惑 韩瑜说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输 人生在世 难免会遇到失败与不幸的遭遇 当你遇到别人有灾难的时候 应该像自己遇到灾难一样 尽力给予安慰 帮助哪怕是一种同情之心 也具无量之恩 恩惠不再大 能救人危急为贵 能体量人心为本 古时候 中山君与司马子七的故事 就说明了这一点 有一次 中山君想欢宴全城的士大夫们 有一个叫司马子七的士大夫 也身穿着锦衣吉服 兴致波波来赴宴 宴席上 众士大夫们高谈阔论 各自显示自己的才华智慧 席间 厨师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羊肉羹 中山君孝竹颜开的劝士大夫们品尝 唯独没有顾上劝司马子七 受到中山君劝酒尽菜的这些人 觉得脸上有光彩非常高兴 可司马子七却觉得自己受到冷落 没等宴席结束 他就愤然离去跑到楚国 向楚王隶属中山君的许多弊端 煽动楚王派兵讨伐中山国 楚王果然听信了司马子七的话 发出了大队的兵马 由司马子七做向导 大军直抵中山国 一时间兵临城下 迫使中山君仓皇逃窜 他在逃亡途中 发现身后有两个大汉 手提钢刀紧紧相随 中山君更加的心慌意乱 慌不择路 他就跑到一处半山港 眼前无路可走 他只好壮着胆子回头大鹤 站住 你们手提立刃紧紧相随 到底干什么 两个大汉急忙上前给他跪下了 君王莫惊 我们是奉负命特来保护君王 当年我们的父亲快要被饿死的时候 是君王您赏给他老人家一碗饭 使他活了过来 多年来我们的父亲一直感念您的恩德 他临终前把我们弟兄俩叫到床前千叮咛万嘱咐 让我们一旦君王您有难 我们弟兄俩要不惜性命前来保护君王 今天我们弟兄俩遵照父亲的遗嘱特来保护君王 中山君听完仰天长叹 看来给予别人的东西不在多少 重要的是要在他极为困苦的时候送上温暖 冷淡别人不在深浅 重要的是切不可当众伤害他的尊严 我因为一杯羊肉羹亡了国 却因为一碗饭得到两位忠烈的勇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因小果大呀 三国时期的刘备临终前曾对他儿子刘禅说 物以善小而不为物以恶小而为之 意思是告诉刘禅 不要轻视小事小中也还有大意呀 小事件孕育大道理小问题包容着大智慧 我们虽然不是伟大的人 但是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生活中每件最平凡的事 记得有一家电视台曾经播出过这样一组电视画面 一块砖丢落在繁华的街道上 车水马龙的人流里 人们或躲之或绕之或干脆就从上面压过去 一位摇三轮车的残疾人 弯腰把这个障碍物给轻走了 您想啊 一块砖丢落街头妨碍行走 你捡一下不就方便了行人吗 那自来水哗哗哗直流 你拧一下开关不就节约用水了吗 老人上下车盘山吃力 你扶一下老人行动就方便多了 这些举手之劳的善行难道您做不到吗 要知道不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品 而是一份虔诚的爱心 默默的关心于祝福也是无形的不施 能否积德行善跟贫富没有关系 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心性 有的人并不富有 却能舍钱财助人疾难解人之危 像惠能宁可自己饿着肚子 却能把那月饼毫不吝啬的施舍给老乞丐 而有的人呢 家称万贯却自私吝啬 成了个千令的守财奴了 更有些人有了点钱呢 那就狂的不得了 大肆的挥霍到处去白朴显阔 其实那是精神贫穷的一种表现 你要是让他捐助某些慈善事业 他可就慈攻击铁仙鹤一毛不拔了 更有甚者丢了点钱 心疼得不得了 要是丢了良心 他却无动于衷 说的是日出东海 落西山岸 每日里日出日落 总寻欢 且看那大千世纪 人千万 总归是心性善恶不一般 心善人 舍己为人 长风险 心恶人 几关算尽 多贪然 多行善 心安利得 面在海南 早醉年 恶官埋养 朝火短 别以为行善作恶 无人恩贱 岂不知 巨头三尺 有情天 忠 注意 中瓜得瓜 中痘 得痘 不想行善 别给自己找借口 说自己没条件 其实善事阴工 劫由心造 往往没钱的人 能够积大功积大德 而有钱的人未必能造福能积德 在此啊 我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那就是 宝藏的东西不一定属于自己 享用的东西不再属于自己 只有施舍的东西才真正的属于自己 有很多人千丝万算 总想给子孙多留点财产 要知道 积金宜于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积书宜于子孙 子孙未必能读 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 《义经》上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你自己积德行善 自己先得本然之庆 而后呢 子孙继续享受余庆 你用不完的音德子孙继续享用 那多好啊 千万别像秦始皇似的 总想给子孙留下万古基业 结果把子孙给害得更惨 闲言少续 书归正传 单说慧能被安道成的高风亮节 感动的热泪盈眶 老人家 恭敬不如从命 既然您如此一成 那晚辈就依从您的心愿 安顿好老母之后 定去黄眉求法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 得离苦 话说慧能 被安道成的高风亮节 感动的热泪盈眶 老人家 既然您如此一成 晚辈就依从您的心愿 安顿好老母之后 定去黄眉求法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好 有志气 时候不早了 老朽就不再耽搁你的时间了 免得你的老娘在家着急 希望你早日求得正法 仆辈四方 多谢祝愿 慧能就此别过 诸位 慧能的发心是多么的伟大 这才是发菩提心 发大成心 什么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 就是利他无我之心 要知道 学佛首要在发心 发心要大 要正才能得到实果 所谓量大 福也大 越贪越没有 如果发心不正 知见错误 那很麻烦 华言经云 佛法如水 像水一样 牛引之则成乳 蛇引之则成毒 智学正灭盘 余学增生子 知见毫离之差 果报天渊之别 这就是说 佛法什么人都可以学 但每个人的授意 是不一样的 因为目的不同 它结果能一样吗 一个正信的佛教徒 必须要关心社会 要以利益众生为己任 在利他中完善自己 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 要有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 有很多信佛人以为 拜佛就是恭敬 听经念佛就是修行 他不知道利益社会 这就偏离了佛法的本怀 学佛要现实 要脚踏实地 不要空中楼阁 因为佛法不离世间法 讲佛法实践于生活中 才是真正的修行 如果只是知道了佛的教法 而没有讲佛陀的精神 在人间得到弘扬 在众生身上得到运用 那么佛法就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 没有发挥他应有的效用 甚至还会被误解封建迷信 消极掩饰 真乃冤枉 人常说混沌处分 不经压 后来有三皇五帝 定将山 自古来独善起身 人千万 也有那天善天下 大圣弦 神龙是长白草 悲心已骗 福西是画八卦 造福人间 宫主子山师定理 人称赞 创仪教伦理道德万代传 世家国舍王位 慈悲时机 安 不珍蒂说法力生几十年 智慧的教育究竟有圆满 把宇宙人生真相来标权 虽然说古圣鲜鲜一句缘 永远是悲心宏愿要大秦 若说佛教消极或者是迷信 那绝对是冤枉 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情 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 就像我们中国儒家孔孟教育一样 都是教育 只不过儒教的创始人孔老夫子 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 他们政治地位不同而已 孔老夫子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他是因祸得福啊 当年他周游列国原本是想谋个一官半职 展示他在政治上的理想抱负 如果有人用他做一个诸侯国宰相的话 他最大的成就也就像周公管仲诸葛亮一样 可是诸侯们都不用他 对他敬而远之 他这才回到家乡办教育 孔子算是中国第一位广州学生的私立学校的校长 在他之前呢 凡是有志青年想学文化 都要以利为师 您想啊 跟那些整天泡在酒桌上 以多吃多蘸为能事的官僚 能学出什么好了呀 所以孔子这一半教育 来投奔他的才智之士特多 有穷有富 富的有大腕级的子贡 穷的有啃干粮喝凉水的盐回 不管家境怎样 天资如何 这孔子他都收 而且还很会因才施教 他教学的科目也很多 所以他的学生在当时呢 都是全能行的 他符合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因为他学生里人才辈出 他的教学有成就 就被后世尊奉为万事师表 至圣先师 这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 他要知道有这么大的好事 他干嘛周游列国遭那罪呢 早点办教育多好啊 他更没想到 他的学说不光中国人赞叹 就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 让外国人都佩服的不得了 1988年 75位诺贝尔奖的得主 在法国巴黎召开一个联合会议 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 说21世纪 人类要想生存的话 必须回到两千多年前 汲取孔老夫子的智慧 诸位 那诺贝尔奖的得主 可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他们都异口同声的 称赞孔老夫子有智慧 70年代 有一位影响世界的哲学家 历史学家 英国的汤恩比教授 也曾经说过 说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只有两种思想可以解决 一种是孔孟学说 一种是大乘佛法 这说明如佛两种教育 对社会安定世界太平 是何等的重要 孔老夫子不光是教育思想 对社会安全 伦理道德 有着崇高的贡献 他老人家在语言艺术上 也给我们留下一座金矿 从论语开篇的 学尔实习之不亦悦乎 到闭卷的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几乎每段每句 都是至理名言 这儒家学说备受推从 佛教理论 更让上智人不能不信服 不佩服 世界几何力学之父 威乐博士也曾说过 假使没有佛教因果律 宇宙就只有混乱 这么高尚圆满的智慧教育佛教 我不能不向大家座椅介绍 免得大家误会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 也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 他出生在公元前六世纪 他的父亲叫靖范王 母亲叫摩耶夫人 他所在的国家叫加皮罗魏国 他的身世和修道的过程 在佛经和史籍当中都有明文记载 他可不是官场的失败者 而是一位得意者 他有着非常尊贵的政治地位 是加皮罗魏国的王子 未来的国王 可他却舍却王位而不做 从事于教育 因为唯有教育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人群 一风化俗 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青少年的犯罪率高了起来 主要原因是教育失误啊 只注重知识技能的培养 忽略了德行教育 我们都知道 有德有才的孩子是优等品 有德无才的是次等品 无德无才的是废品 有才无德的那就是毒品 非常可怕 有人为此成立了大方广文化公益网 志在把古圣先贤的道德风范 传递给千家万户 使家家和乐 人人幸福 也有像杨淑芬 蔡李旭 邵雅忠等许许多多的人人志士 毅然投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事业当中 不疲不倦的深入各行各业 进行着以弟子归为题材的幸福人生讲座 使社会各界受益匪浅 这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 自古都是正教互行 正义齐民 教义化民 这政治法律是他律 道德是自律 双方应该比翼齐飞 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充满了智慧 他为了济世利民 创办了佛教育 让人诸恶莫座 众善奉行 自敬其意 鼓励人们断恶向善 净化心灵 培育高尚的人格 佛教教人至心 心为万物之本 本得其正 万物得以宁 而天下太平 这人心要正 他就不会做恶事 那就是心静 那就是心静国土静 心安 众生安 心平 天下平 如何能做到心静 心安 心平呢 那就是诸恶莫座 众善奉行 无论佛教还是儒教 以及其他所有的宗教 都是发扬天性 化岛群性 为人类毛球 永生的幸福 大家必须知道 释迦牟尼佛是大圣人 他不是神 他是大觉 大慈 大悲的人 他的悲心 宏愿 无人能比 因为他是最初创办这个教育的创始人 所以被尊称为本师释迦牟尼佛 佛这个称呼来自印度泛语佛陀也一词 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觉 佛陀就是觉者 应该说释迦牟尼佛 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呀 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到处去教化众生 义务教学不收学费 他针对不同的社会背景 不同的文化修养 分别给予不同的教育 他很会因才施教 他教育的对象也非常广泛 有国王大臣 贩夫走卒 以及各行各业 还包括宗教 用现在的新名词来形容 他从事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他一生所说的经典内容非常广泛 这些经典在他灭渡之后一千多年 才从印度传到中国来 也就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 是在后汉永平年间 当时是汉明帝刘庄派朝廷特使 到西域正式去离请印度高僧到中国来讲学 请到之时啊 由朝廷的红卢寺全权接待 大家注意 寺是汉朝政治制度里面的产物 别把寺跟庙弄混了 在汉朝的政治制度里面 军权跟项权分得很清楚 属于皇帝底下的一级办事机关都叫做寺 一共有九个寺 我们在传统的电视剧目里 经常能看到审判人主法律的大理寺 寺的长官叫做清 一共有九个寺 这红卢寺啊 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 红卢寺清就相当于外交部长 属于宰相底下的一级办事机构都叫做布 什么护布立布啊 布的长官呢 叫做尚书次长叫做侍郎 什么立布尚书护布侍郎啊 这印度高僧被请到中国之后 很系统的把佛法的教学理念讲了出来 致使朝野震惊 觉得佛法的教学内容无所不包 教学胸怀非常博大 朝野上下非常的向往 希望这印度高僧能长留中国 在这里教学永远别回去了 可是作为外交机构的红卢寺 只能接待短期宾客 不能让他常住 怎么办呢 只好在首都的九个寺之外 又增设了一个寺 这个寺 就是政府用来专门办理佛陀教育的一个机关 也是第一个佛寺 叫白马寺 就是现在洛阳的白马寺 为什么叫白马寺呢 纪念白马的功劳啊 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 经典 佛像法师都是靠着白马从万里之遥给拖来的 白马寺落成之后 首先是讲梵文经典翻译成中文经典 然后进行指导修学 打这以后啊 国家就有两个教育部 一个是由皇帝主管的佛教育 一个是由宰相主管的孔孟教育 因为佛教育是由皇帝直接来推行的 他的发展没有多长时间就超过了儒家的孔孟教育 于是寺院就在全国许多角落里出现 大家必须知道寺是教育机关 别把寺跟庙给弄混了 庙是祭祀鬼神的地方 寺跟庙毫不相干 中国佛教的特色是丛林 就是大寺院 也叫道场 它的作用相当于现在大学一样 丛林主席方丈和尚就相当于现在大学里面的校长 首座和尚就相当于教务长管教学的 维诺管殉岛的 监院管总务的 他的职权组织跟现在的大学非常相似 只可惜啊 有些俗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居然追逐名利 自己花钱建寺院 佛学院派来统佛法的法师 他不接受 自己随便找个假和尚也和尚 往寺院当中一待 弄了胡仙堂那些封建迷信 把胡仙堂立在寺院里 忽悠别人 烧香舍钱 说能消夜消灾 这纯属是用封建迷信的手段在骗钱呢 你这寺院里没有懂佛法的老师 那就没有道 没有道就不是道场 不是寺院 只是个建筑物而已啊 如今的佛教不缺寺院 而缺弘法的人才 有道何怕无常 有场不一定有道 当代高僧净空法师 一生不见寺院 他为了更好地落实圣贤佛陀的教育 让社会大众真正获得佛法的利益 他一直都运用自己的智慧悲心 从事着佛法的教育教学工作 不仅为佛教培养后继人才 还免费流通大量的讲法光碟和书籍 如今呢 更通过网络卫星电视的远程教学 让全球五大洲的听众 每天24小时都能收看他讲经说法的教学 使世界各地的信众获益匪浅 凡是老法师所到之处 无不为团结种族 祥和社会提升道德 而尽心竭力 他这叫心中有正道 处处结道场 他是自古以来 教学范围最广泛的一位高僧 想想那些建寺院的人 未必有正道可传 而老法师一生不建寺院 却能讲佛法正道 传播世界各地 可谓法流四海而不息 他的悲心宏愿 无人能比 在此啊 我很想告诉那些花钱建寺院的人 您建了这个寺院 要是请有德有修的和尚 住持这寺院 弘法立生 给社会大众正确的教导 那您这寺院建的是功德无量 如果您纯以正前盈利为目的 让这邪法邪教 在寺院里传播 误导众生 您这寺院建的是罪大恶极啊 是积德是造孽 全在您的一念之间 你自己想着办吧 应该说佛法几千年来魅力常在 这其中自有 由来 世纪啊 创教 三千 在 佛法 展转 千年来 千年来 为山家法被淘汰 历史长河西尘埃 佛法凎舟 comigo 您并不排 佳致为大户或者买 难道 到我 世界上一项 能把眾生去而揮開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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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佛生活 能自在 精神經節靠起來 无私奉献,无邪怠,利益社会在心怀 学佛不是盲崇拜,经书佛像是教材 诸位不知,莫错乖,下回书终在表白 上文书说的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由来 是后汉时期中国政府把它作为一种教育给聘请来的 佛教本来就是一种圆融的智慧教育 它有许多的名词术语,都是便利沟通 有时候常用很简单的名词就能表达它复杂的含义 您比如常用的术语有佛,菩萨,罗汉 这实际上都是佛学学位的名称 就像现在的博士,硕士,学士似的 在佛法里面最高的学位是佛陀 这个学位必须是讲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 绝对不会有错误的人才可称作佛陀 而只是明了一部分,明了的还没有彻底,没有到圆满的程度 那就称作菩萨,菩萨是第二等的学位 刚刚接触到正规的学习,还没有到完全开悟的时候 那就称作阿罗汉,阿罗汉是最低的学位 佛经中说阿罗汉得了定,定功很深,但他没有开悟 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并不明白 所以佛,菩萨,罗汉都是佛学学位的名称 他们虽然学位有高低,但地位是平等的 只是在修学功夫上有浅身的不同 佛教这种教育,有的时候他会给很多人带来迷惑 为啥呢?因为寺院里有那么多的佛像菩萨像 让人一看,以为他是多神教呢?高级的宗教 只崇拜一个神,多神教,泛神教的含义是低级的宗教 因为一般人不明白,这正是佛法教学的高明之处 他是把学校教育跟博物馆结合到一起了 现在人讲艺术,佛法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非常艺术了 他把雕塑绘画音乐乃至建筑通通融在教学里 意味非常之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达到教学效果 他整个建筑都是从教育思想上来设想的 具有非常深远的教育内涵和意义,在佛家叫做表法 您比如,正规的道场寺院,他第一个建筑物一定是天王殿 天王殿里供奉的护法就像学校警卫室的警卫一样 实际上,这第一个建筑物就是你走进这个寺院道场上所上的第一堂课 天王殿里正当中面对着大门,坐着一尊菩萨,叫弥勒菩萨 他肚皮很大,笑容满面,人们都叫他大肚弥勒佛 他的形象是大有寒意 米洛菩萨 米洛菩萨 itselfイヤ机 鲫鱼 五中心十五中心Amico 股脾很大能容忍 开口把笑带来人 虽然无说话说尽 一向表发喊一声 弥勒菩萨代表的意义就是告诉人们 您要想进入佛门来接受佛陀的教育 您就要具备他这样的条件 他有两个很明显的条件 第一他肚皮很大 肚皮大代表肚量大 心量要大 要能包容不于人计较 第二呢 他满面笑容笑脸迎人 这是他的含义 是让您生平等心 成喜悦像 待人皆悟处世 一团和气 他是教人这个科目的 他是教和谐的 如果您要把他当作神明去膜拜求保佑 那就变成迷信变成宗教了 所以有人说佛教是宗教 也没有人反对 因为他原本不是宗教 真的变成了宗教 是众生的迷惑颠倒 把他给降格了 致使教育变成了宗教 真的是很可惜啊 弥勒菩萨的旁边是四大护法天王 护谁的法 护持我们自己的清净法身圆满报身 这四个项实时提醒我们 第一位东方持果天王 持是保持国是国家 持果天王代表的是尽职负责 您要想家庭幸福国家繁荣富强 那您就要爱国敬业 把自己的本分责任做好 他是教人这个科目的 持果天王手上拿的是乐器琵琶 大家知道这琵琶要调的时钟才有美妙的声音发出来 如果弦太紧它会断太松就不响了 这是教我们待人处事皆物 要行于中道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 恰到好处才美妙啊 您看他含义多深啊 第二位是南方增长天王 增长代表进步 儒家讲日日心又日心 佛法讲精进 精是精纯不杂 进是进步 是让人天天向上求进步 无论是你的道德学问和才能 乃至于你的生活品质 都要天天的往上不断的提升求进步 所以佛法不是落伍保守的 不是消极的 它是永远不断往上进步求提升的 增长天王手上拿的是剑 剑代表智慧 会剑吗 你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进步呢 那就要有智慧 你没有智慧想进步想发展 那是不可能的 必须要有高度的智慧 第三位西方广目天王 第四位北方多文天王 要怎样才能达到前面所说的 十国进步两个目标呢 那您听听这两个天王的名号 您就知道了 让您多看多听 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书增长学问 行万里路 那是观摩考察 成就您真正的智慧学问 您要真有智慧 真有学问 你才能做到持国 才能做到进步 广目天王让您多看 他手上拿的是一条龙 龙是变化多端的东西 他是告诉您 世上的万事万物变化无穷 您千万看仔细啊 多文天王 手上拿的是一把伞 伞盖是防止污染的 他是提醒您 时时刻刻防止心灵的污染 您看他含义多深 您要是明白这些道理之后 你再转上一圈 那是很受用的 所以佛教的教学方式 是把博物馆跟学校结合到一起的高度艺术化的教导 您要是明白了 他会佩服的五体投地 他确确实实没有迷信 这些外在的事项都是在表法 让人明了表法的意义之后付诸于行动 可惜啊 现在佛教的真正含义知道的人不多了 都把这些表法的教学工具当作神明去拜 我们中国人最崇敬的是地藏王菩萨和观世音菩萨 要知道地藏王菩萨是娇孝的 他让人孝亲尊师 观世音菩萨是代表慈悲的 您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像 就要想到一定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去悲悯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可是有的人不明白此理 竟把这佛菩萨像啊 当作神明去膜拜 烧香跪拜 还好拿些香蕉水果去行会 那世间的证人君子都不会接受你的贿赂 更何况是祝佛菩萨 祝佛菩萨完全站在教学的立场上 祝佛菩萨的加持保佑 用的是理论啊 他教给你修学的方法 你要依照他所教导的方法去修行去做呀 你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改过千善 你就会得到益处就会得到利益 那才是真正的加持保佑啊 有些人不明白此理 心存不善之念自私自利 也跑到寺院去烧香拜佛求保佑 保佑他平安无灾升官发财 结果不但没平安 反倒来了灾了 他就说这佛不灵啊 实际上你那是侮辱佛菩萨 你把佛菩萨当作是恶势力的包庇者了 你种下什么因必得什么果佛菩萨改变不了你的因果 再说祝佛菩萨只成就人的善念 绝不成就人的恶念 您作恶想逃脱恶报 那是不可能的 有些自私自利的人一到有祸了或者有什么事了 他赶紧就上寺院去烧香去求观世音菩萨 其实你好好看看那观世音菩萨的两边有一副对联呢 你瞅瞅那副对联 上一联若不回头谁替你救苦救难 下一联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 这一副对联就把真话告诉你了 你自己要断恶向善净化心灵啊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谁都帮不了你救不了你 告诉大家 真正的拜佛菩萨是按照佛菩萨的教导去做 培育高尚的人格做社会大众的好榜样 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会疑惑了 那寺院里为什么还烧香还供灯还跪拜呢 诸位佛教是一种启发式的教育 它启发人们善良纯洁的心性 也就是开发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佛性 虽然这些佛菩萨像和所有的设施都起到教具的作用 但是要是把它们讲成教学工具 那人们的恭敬心就没有了 所以不称作教具 而称作供养祝佛菩萨形象 实际上供养佛菩萨形象是纪念老师是知恩报恩啊 是让我们时时刻刻想着佛菩萨教导我们什么 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把自己塑造成一尊佛菩萨 告诉大家供养佛菩萨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真诚心 恭敬心给引发出来 你怎样敬佛菩萨就怎样敬你周围的一切人 佛教所有的供品供具都起着这个作用 都是引发人们恭敬心的 您比如烧香 香代表戒律道德 闻到香味 您就想到佛菩萨教导我们要戒掉自私心培育道德 烧三支香 它代表的意思是 愿修一切善 愿断一切恶 愿度一切众生 供水 水代表心要像水一样的清静平等 供灯呢 那灯它是代表智慧光明啊 让您点燃自觉的新灯 开启内在的智慧光明 还有在过去都是供的蜡烛啊 它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让你舍己为人啊 那拜是忏悔是感恩贵是反省 这叫戒香定水智慧灯 以戒定慧来消灭我们的贪心 嗔恨心愚痴心 排育道德为社会注入清流 为广大人群服务献身 这才是真正供养 佛法教学身究竟 以外其内 李圆蓉 有些愚人 兵不动 舍奔捉摸 乱折腾 一看人家 把水供着忙买好茶表真诚 不知清水 谣清惊 茶水有色 染死灵 一切供品 简规中 蜡烛颜色 只选红 以为红色 才公经 这菩萨高兴无过生 错得离谱 不觉悉影 以为这是真修行 心灯不点 有何用 只向外求白费供 佛教是以外在的形式 来开启人们内在的智慧 可有些人不懂此意 不往内省 总往外求 一听说潮山有功德 他就省吃俭用攒钱 去朝拜佛教四大名山 其实 朝是方向 是把自我的心 自我的身 自我的行为 朝着一个目标方向前进 山表是德高 德高如山 心要培养这份德 就要像山一样 所以 朝山不是像哪座山拜 而是参悟自己崇高的心得 参悟自己自性的高山 如能时时刻刻抱着朝山者的心态 把他用到现实生活中 那就是真修行 要见观世音菩萨 也不必千辛万苦的去朝拜普陀山 但能存菩萨慈悲的心怀 学菩萨慈悲的行为 不必走出门外 便可时时尝尽普陀山 要念见菩萨的金融 也能刻刻钦成观自在 因为观世音菩萨 无叉不现身 何必舍尽求远呢 佛法让人看破放下 有的人就辞去工作 放下家务 一天到晚啥也不做 简直错的都离谱了 那看破 是让你看清楚 看明白 让你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看破是智慧 放下 是让你放下 心中的妄想 分别执着 放下你的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让你心地清静 丝毫不染着 不是放弃呀 那放下是不执着 放弃是不负责任 在佛经里有个故事 说在佛陀时代 有一个修行人 拿着东西去见佛 佛让他放下 他把左手的东西放下了 佛又让他放下 他把右手的东西放下 佛还让他放下 他就疑惑了 说我不是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了吗 佛说 我不是让你放下手中的东西 而是让你放下心中的执着 所以看破放下 不是消极厌世混吃等死 而是让你找到生命的意义 和价值 人生的意义在觉悟 人生的价值在全心全意的 为人民服务 我常常想 国家电视台 要是能开设一个宗教频道就好了 在每一个教派里 选出优秀的传教士 来讲解本教的经典和教义 让国家政府部门审核之后 在宗教频道上天天播放 免得社会大众瞎信胡信 其实每一个宗教 他的教义都是好的 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教义 只不过是每个宗教的创始人 他们出生的年代不同 地域不同 风俗习惯不同 所以他们教化大众的方式方法 和所用的名词也不同 但是教理是相通的 都是提倡仁慈博爱 不管哪个教 如果他是正信的教徒 他一定能爱国敬业 遵纪守法 能为社会人群全心全意的去服务 可是门儿教就很麻烦 他不懂教理 容易瞎信信偏了 这样不但害了他自己 也容易污染环境 咬乱之安 大家必须知道 作为佛教的正信者 必须要懂得真正的看破 是提起 是默默的耕耘 积极的为大众服务 因为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 干入世的事情 必须要敬业 要立群 要为人群 为社会多做贡献 否则你不是学佛 是傍佛 一天到晚 啥也不做 抱着膀 缩着膊 傻呵呵的 咳哪找佛 这种人 他八辈子都找不着佛 那么找佛究竟哪里找 咱下回 再探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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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